你勇敢 敢整個敏感的問題 我們還沒有最敏感的問題 我身邊很多人都被綁架了 幾乎要鬥雞耶 這個東西不能碰 不能碰 差不多幾乎整天都要用 除了睡覺以外 是不是大陸歌都是抖音歌 開始囉 在什麼樣的花園裡面 玩呀 玩呀 哇 差點幽默 你很幽默 我看下有什麼好玩的 你覺得有趣嗎 TikTok 你知道 你有用過TikTok嗎 你聽過抖音嗎 為什麼大家都說抖音一響 父母不安養呢 跟阿曹一起來看看 大家對抖音到底了解多少吧 平常那你們自己最常會用的社交軟體會是什麼 Instagram 對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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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IG跟抖音吧 IG 你覺得 您知道抖音嗎 TikTok TikTok 你們年輕人都在用 D吧 370 你覺得D有370 我身邊很多人都被綁架了 幾乎要鬥雞耶 這個東西不能碰 不能碰 我覺得差不多500應該有 1000的話我就覺得 台灣的新一代小朋友就毀了 我覺得A耶 我也覺得是最多的那個 你也覺得很多都很好 其實答案是C 根據抖音母公司所公布的數據 在台灣 18歲以上的用戶約有533萬人 這還不包含未滿18歲的用戶 第一個問題是說 China 我們都不用問問題 那個他CEO那天才說我是新加坡人 China come on 中國 他們在美國的有一些州已經被禁了 中國吧 然後他的公司叫什麼 字節跳動 還是是中國 對 中國是抖音 中國是抖音 那B卡好像是美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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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美國 兩個非常有默契 但是答案是B 中國 好 中國 看來有不少人都會誤以為 TikTok背後是美國公司 事實上 抖音是中國的國內版 而TikTok是海外版 是專門給其他國家的用戶使用的 雖然名稱不同 但母公司都是中國的字節跳動 自稱是新加坡人的TikTok CEO 在美國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 就不斷被問到海外版TikTok 與中國母公司的關聯 美國好像禁止 我猜荷蘭 英國好像也有禁 挪威 美國進加拿大 會不會禁 我覺得應該是加拿大 澳洲 美國 英國 我要那個 我猜對了嗎 你猜對了 給我紅八塊 事實上 上面列列的所有國家 都不同程度的感染 現在禁用了TikTok 大多是禁止公部門人員 在工作設備上下載或使用TikTok 而在美國蒙大拿州議會 已經通過法案 將全面禁止在境內下載或使用TikTok D 你覺得D 你覺得D呢 C 你覺得D 那A這個是我們台灣人的原因 他是怕說 比如說萬一今天兩岸真的發生戰爭 然後在上面有假的行政院的帳號 要宣布說 蔡英文已經投降了 被中國俘虜了 公部門還真的有經營行政院的抖音帳號的話 很多人可能會以為是真的 我就是因為我的科系有做過這個的 但是我只要BC是有的 所以A跟豬在考慮 這題的答案是D ABC都是各國禁用TikTok的原因 台灣數位發展部 在2019年已經把抖音及TikTok 列為危害國家自動安全產品 TikTok已被揭發 中國母公司員工有管道可以獲取海外用戶的個資 甚至由內部主管透露 TikTok會刻意淡化支持民主的發文 成為中共的宣傳工具 除了這些問題 很多人也擔心中國會透過抖音洗腦 降低年輕世代的媒體試圖能力 容易被假訊息影響 看完這些你還會使用TikTok嗎? 請留言告訴我們你怎麼想吧!